郭文貴議員 這是我看過最有趣的鋼鐵廠 應該叫鋼鐵廠吧 也是最有創意 而且最可欺的鋼鐵廠 我剛剛進來的時候 我就看到好多機器人在外面 我以為是好玩 沒想到你真的是做這些東西的工廠 所以非常有創意 我相信在公司成長的過程中 我們臺南市政府也提供了很多的幫忙 也讓我們臺灣有一種新的創意產業 剛才董事長說得很好 我們製造業也可以做服務業 服務業也可以走向高科技 我看你三樣都有 所以這個官方工廠確實讓人有那種 大開眼界的感覺 所以剛才董事長的心願不大 只是說我們繼續支持觀光工廠 這個我們一定會做到 但是在董事長的整個創業 跟創意的過程中 如果需要我們政府能夠幫忙 或者是去改一些我們現在的做法的話 我們會仔細聆聽智華董事長對我們的指教 今天非常感謝我們幾位創辦人也都在這裡 我們公司的頭人都在這裡 讓我們有機會有一個很不一樣的體驗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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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